破爆大马路边发生车祸 救护人员十万伙计赶到现场 已经有好几个人在路旁协助救援 我是救护人为什么不能反派 没有喝酒 我有喝啊 可是不想执行啊 为什么不洗 看见朋友发生车祸 也想加入救援行列 但当场被劝离 事发在花莲县寿峰厢 台十一丙县部落附近 一听见声响 大家都上前关心 躺在地上的男子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骑摩托车出门 却自撞发生车祸 救护人员在电线杆旁边急救 地上不只有一名男子 还有四岁女童 原来两人是妇女 二十八岁的染性男子 在花房部机部营担任志愿役 三号休假回到部落 和亲友喝酒聊天 晚上八点多又载着四岁女儿 要骑车出门找朋友 女童站在脚踏板上 两个人都没有戴安全帽 骑士却突然偏离车道 撞上电线杆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妇女俩送医后双双宣告不治 抽血检测后 酒侧直径高达1.06 警方事后到现场勘验 电线杆上有大片血字 就连地上也都是血迹 机车车头几乎全毁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相当大 休假和女儿共度妇女时光 喝了酒竟然骑车上路 妻子在家接获二号赶到现场 丈夫跟女儿都不治身亡 如今留下她一人肚子悲痛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Owin